知不知我今天帶你來這裏去哪裏 叫我來上水 不是又拍賺食推介吧 不是呀 今天是去沙頭閣 因為沙頭閣第二階段開放 所以肥妹大團我當然要帶大家進去 看看有甚麼好玩好吃 去沙頭閣有兩種方法都可以去的 第一是乘搭78K巴士 第二是乘搭58S可以進去 我們決定去程乘搭巴士 換程乘搭小巴班去市中心 現在每天開放1000人進去 事前大家要去檢武署網站申請禁區指 大家要預早些時間去申請 因為都需要時間去批核 首階段他們只可以開放遊覽碼頭 現在第二階段可以遊覽 除了中英街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走 剛才乘搭完巴士下車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沙頭閣 因為全部都很新鮮 未見過 所以現在深圳很興奮 沙頭閣是位於香港最東北閣的位置 接釀是深圳的鹽田區 為何會叫沙頭閣呢 相傳清朝有位官員 他巡視沙頭閣一帶 看到他面前大鵬灣的一帶景色 覺得很漂亮忍不住 就作了首詩 寫著說是日出沙頭月圓海閣 沙頭閣就有這樣的命名 剛才說了這麼久 一直走經過這裏 就是香港唯一一個 邊境禁區的公共公村 這裏的建築特色就是 平均有三至五層樓高 還有外牆是游到蠻綠色的 其實就這樣看 有一次自己置身在Barbee世界 像紫色、橙色、橙色 沙頭這裏都有不少壁畫 只是順平街都有幾幅壁畫 我身後這幅壁畫 其實就是沙頭的標誌性傳統節慶活動 就是天后照點 看見武師、捧著神像 在武學園走 其實這個景象是每十年才會搞一次 所以就很難得 這個是沙頭閣才會有的 就記錄在壁畫道 最後一個景點就是沙頭閣的最長碼頭 有280米長 在這裏還可以搭船去荔枝窩、吉澳那些島 可以將沙頭閣連荔枝窩長晚嗎 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大家想來一個盡興的一日遊行程 可以首先來沙頭閣 然後再去荔枝窩、吉澳這三個地方玩 這裏還不錯 這裡寫著天崖海角 這裏是代表碼頭最頂盡的地方 隔壁是T3的唇白燈塔 也是打卡點 如果大家走到這裏 可以在這裏拍照 剛才碼頭我掛了很多魚仔造型的木牌 人們寫自己的祝福、願望上牌 我打算買一個來掛一下 有幾天會選擇 他真的很會賺錢 因為他就知道這些人不會帶筆 所以這裡可以買一支筆 30元 那你有沒有帶筆 是沒有的 估起你成為30元的顧客 我真的不想付 沒有人有帶筆 想拗筆 小姐你有沒有帶筆 沒有藥筆 真的要買 我真的要買一支筆 我真的要買一支筆 我不想付錢買筆 其實這條魚仔也挺漂亮 很漂亮 我覺得最省錢的做法就是 祈福許願 身入別許願就可以了 你將你的願望用念力去刻環到這個板 這塊板就有你的精神在一邊 不需要任何言語 更好 有些東西可能說不出來 一說出來就不靈驗 所以就沒有寫了 就是我們索性 就這樣我們去圓圓 然後就掛在那個欄杆 更實際更經濟 我已經把念力注射在這個木板上 這個木牌已經有我的願望 希望靈驗呢 好像沒有人沒有寫的 只有我一個 我現在有心虛 我看到有人覺得有寫 我沒有寫的 一跌下去就很少 證明你的念力不行 如果跌了 馬子牌的許願牌 剛才從碼頭走過來 就看到中英街花園的代表性地標 它就在中英街檢查站旁邊 有很多人就在這裡打卡 其實呢 剛才在那個警察站前 看到那個有趣的景象 覺得自己好像有一點不真實 好像在看電影或者劇集 我看到有人在那裡進出 有警察在那裡站光 那個畫面其實是有點新鮮 因為沒見過 對呀 真的好像很不真實 我眼前看到那個感覺 走完中英街花園 就看到這個沙頭的火車站 其實這個就是模擬以前 舊式火車站的模樣 師生 多少位啊 一位啊 一位啊 去掘錢呢 還沒說去哪裡收我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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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想賺錢的 看來 這裡有個鐵閘 原來以前火車站的門口就是這樣鐵閘 我覺得不是 是嗎 哪有這麼矮的 都說這個是模擬 你不要這麼認真 你還有個樣子出來就是 我以前就是鐵閘的門口 真的 真的 沒有來浪漫 現在來到沙頭閣的街市 裡面有個熟食市場 這裡的店舖數量不多 有七至八間的食店 我本身是一心打算吃鹹菜計 誰知道 世界上永遠都太多 出乎意料的東西發生 就是賣光的 所以就叫它一個 塔加茲竹燜鴨 它的鴨燜得很軟 很入味 那些醬汁完全進入鴨肉裡面 所以每一口吃下去都挺香 而且很適合送飯 它一點都不鹹 我先吃它的枝竹 它的枝竹吃下去都挺濃的 我覺得是重口味人士比較適合 如果你平常吃得清淡一點 可能你會覺得它有一點鹹 同樣也是很適合送飯 而且它的枝竹是挺有豆味 咦 我有鹹菜 我想要鹹菜 可以給我一些鹹菜嗎 我試一下 沒有了嗎 沒有鹹菜 其實現在也不太晚 12點到1點就已經賣光了 看來下次要早點來才行 嘗到鹹菜 你試鹹菜就好了 真是粒粒戒辛苦 這個鹹菜真的得樂不宜 這個鹹菜跟外面有分別 吃下去是特別爽脆 醃得好入味之餘 吃下去都是絲絲的 就這樣吃鹹菜都送到幾碗飯 正當我打算放棄之際 出去埋單的時候問老闆人 還沒有雞賣光了 他就說鹹菜就沒有了 雞就有了 他們不死心 要先試雞 雞 雞又真是很滑 皮有點像火蘭雞 很滑 就算跟其他普通燒味店相比 其他燒味店都未必吃到 雞的質素 很滑 而且雞也不只是給你骨 雞也挺多肉 剛才在街市吃完鹹菜雞飯之後 就來到檢查站旁邊 這間海山吃客家菜 我點了客家的豬肉骨 還有麥魚餅 聽說它的煎麥魚餅挺好吃 麥魚餅在賣相都煎得很金黃色 賣相是挺吸引的 麥魚餅裏面是再釀了蔥 表面就灑了燒粉 調一調味 這個麥魚餅其實它煎得不油膩 而且它剛才上菜已經聞到很香的味道 吃下去也挺香的 哇這個真是重頭戲 是這個客家豬肉骨 剛才我問了姐姐 那是跟外面吃的蒸豬腩肉 她就說客家人會用這個粄仔來蒸豬肉 外面是吃不到這樣說 而且我看到它的份量也很足 剛才畢竟是整塊豬腩肉 用豆豉去蒸 在表面上加點蔥 就這樣看賣相 你看到它的豬油膏的位置是炆得很軟 它的豬肉炆得很軟 這些就是豆豉汁 加上油 這些就很適合來拌飯 真的夠肥仔 有一種美味 就是叫做肥仔 我感覺到是炆了很久 很入味 它除了一咬是軟 是有一種入口脂肪的感覺 老人家就算沒有牙都可以吃 而且剛才我拍到聽到他們聊天說 這個豬肉活用的豬肉是他們自己養的 所以吃起來好像特別有風味 可能是豬肉特別肥 我真的推薦大家來試試 在我身後這個就是沙頭角消防局 這個消防局就是保留以前舊有消防局的面貌 其實我覺得以前舊時的設計 例如這些字形、顏色方面 我覺得他們的字形設計很漂亮 它又保留以前有鷹色的設計 這些風格 為何剛才吃完食物又去完消防局 又要繞回街市 因為我們快要離開 所以臨走之前 都可以建議大家 再次進入街市 看看這裏有沒有什麼手術可以買回去 我看到已經有很多人在曬海味 主要是買些什麼呢 就是買些深龍海味、雜貨、魚肚、冬菇、餅 店舖數量不是太多 其實一眼就可以看到賣些什麼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逛街買東西 未來之前就覺得沙頭角是一個充滿神秘感 和新鮮感的地方 其實走完整個沙頭角其實不是很大 但我覺得最令我最喜歡的是它的屋 因為真是很BB色色 很有少女心 而且我覺得住在那裏 感覺好像挺有故事性 變得好像電影主角 會有點誇張 現在乘坐55K的小巴 回到上水站離開 今集來到這裏 下集再見 拜拜 在這裏 下集再見